花蓮县政府清明扫墓便民服务措施 4月3号到4月4号廉假期间 在花蓮县有50处较大型的公墓和纳谷塔 搭设了便民服务台 备有鲜花、矿泉水等物品 提供民众免费索取 又到了一年一度清明扫墓的时刻 花蓮县政府为了让乡亲和安心 缅怀宣人的恩泽 从民国102年开始 规划办理清明扫墓便民措施 今年进入已经第九个年头了 现在许先生表示 清明是华人的三大吉姓之一 又适逢廉假 很多在外建设的花蓮子弟们 纷纷返乡扫墓 每年清明事业都会成功 祭祖、祭船、教师以及缅怀仙人 华人先生府 今年度再次办理清明扫墓便民措施 战阵县厂厚德、优质、习俗 推广到传承给后代子孙 明镇县厅表示 4月3号到4月4号1点2天 遍布前线13厢镇厅公墓 纳谷塔设施以及寺庙等50个据点发放 相信可以到租金的据点 领取鲜花和服务用品 而这次发放数量多达28000树的鲜花 以及11000套的服务用品 将近一到公墓就可以看到 县府设置 清明扫墓便民服务台 提供鲜花以及服务用品 也有县府同仁们贴心服务 而工作人员更是亲切地 迎接扫墓的民众 将鲜花与服务用品交到需要的民众手中 增添了文型的画面 记得就让我们介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